而今天的凌晨零点开始 不少花东民众可以说是挑灯夜战 严正以待 就是为了要抢买春节东部干线 返乡专车的车票 不过就算抢在开卖的第一秒来订票 不少民众还是反映票订不到 面对一票难求的情况 台铁票市开卖第一分钟 这个票就被订走了超过十六万张 而热门的时段的长途车票 更是销售一空 台铁也提醒 已经订到车票的旅客 务必在含定票日的两天内 付款或是取票 如果预期会取票 您所订的这个票 将在二十一号的上午 也就是星期四九点 重新的释出来买